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a 钢市需求吃紧 但是昨天的股价拉回了迹象 钢铁股未来还有戏吗 我们将镜头转交给教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时间已经来到礼拜五 我们很快就要来到周末可以放假咯 那我们在放假之前要跟大家分析什么东西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钢铁产业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礼拜 钢铁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但是在昨天其实很多钢铁股 都出现拉回的状况 很多投资朋友都在群书里面问我说 老师那你钢铁怎么看 其实昨天我们在盘后的时候 就已经写了一篇2000多字 关于航运关于钢铁 然后我们还去分享了速化 这些大家比较在意的产业 2000字的分析你不看那是太浪费了 那今天我找了一些特别的资料 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赶快看一下 首先昨天的新闻 其实就是这是在之前的新闻 不是昨天的 其实目前新闻 大家都说什么东西 钢铁已经保护主义兴起 什么叫保护主义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 钢铁这个东西是一个国家 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 你想看你今天要造坦克 你要造炮管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用到钢铁的 因此其实钢铁产业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去扶植的产业 就算它没赚钱 但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是全球景气在做复苏 美国跟中国都在搞基建 这些东西对于钢铁的需求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导致目前全球的供需 有一点点的失衡 目前的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 这样子当然很自然而然的 导致我们的钢材的价格 就是一直往上跑 我们必须要有数据来去 佐证这件事情 所以我去找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全球的钢铁产能利用率 产能利用率其实就代表是说 我们在看整个行业 它在生产的状况 到底有没有遇到瓶颈 到底顺不顺畅 到底热不热络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去年COVID-19爆发以后 整个钢铁的全球产能利用率 一直往下掉 这样子很像什么 很像2008年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以历史为鉴 2008年那个时候 其实钢铁的产能利用率 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爬到一个比较正常稳定的水平 目前其实我们的钢铁产能利用率 从COVID-19爆发以后 它也才往上爬升了一年 目前的产能利用率来到了82.7% 其实以历史来看算是相当高的 但是历史的高点产能利用率 可以来到95% 目前的产能利用率 它是一直在往上走的 但为什么冲不高 其实就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来自于全球 他们在复苏的背景之下 但是就业市场 因为受到疫情的限制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顺利生产 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疫情上面的封锁 然后移动不顺 像大家看一下马来西亚 大概就是那个状况 所以目前全球的产能利用率还没开满 但是需求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这些东西都会推升钢架继续上涨 再来我们看一下全球的钢铁库存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钢铁库存 它会是一个上上下下波动的状况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钢铁的产能 它是有周期性的 这样的循环 它也让我们去可以发现说 每年的高峰大概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年初 到了年初以后 全球会一直不断地去做去化库存 去化库存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看到它已经是在进行中的 目前全球的钢铁的库存量 已经来到了151亿而已 我们知道在这段期间到年底 都会持续做去化库存 有一个指标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年年底它的库存 到底会不会掉到80亿以下 我认为是会的 因为今年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强 如果需求能够维持强劲 钢架当然也能够维持住 甚至往上做突破 再来是我们还要去看一下 全球的钢材它的需求 到底都用到哪里去 其实最主要的占比 还是用在盖房子 盖基建 就是营建上面 这些东西的用量几乎快占了一半 剩下来才是电机设备 所以好朋友一定会发现什么 上个月其实钢架大涨 就有电机业者 就是那工具机械业者 跳出来讲说 他们这样子的价格一直调涨 已经压缩到他们 去生产这些工具机械出口的利润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从数据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什么汽车 汽车其实占比大概是一成左右 机械工程 这些东西的用量 其实都有持续做提升 大家最需要在意的 还是关于基础建设 就是我们说的营建 这个部分的钢材需求 到底有没有拉起来 我们最后要来帮大家带两档股票 第一档就是叶辉 叶辉是台湾第一大的杜星烤漆场 它的杜星钢卷 其实出货量占了41% 它的烤漆钢卷占了25% 大家要注意到的 就是因为目前钢架 我们的钢铁股价 为什么可以一直往上走 就是因为前阵子的美国基建 他们说两档达成共识 再加上中国那部分的基建 其实也一直在持续做进行 所以叶辉这档股票 它的内外销比重是4成跟6成 它是有在做外销的 而且目前它在两岸的产能 都是维持在高档的 特别是美国最近的业绩表现 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认为叶辉这档股票 它能够这么强势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来是大成钢 这档股票 我们很早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一个不锈钢的生产厂商 跟通路商 因为不锈钢的制品 占它的营收39% 铝制品占了42% 它的产品是全数外销到美国子公司 就是美国大成钢的 所以它是最直接受惠 于美国基建政策的一间公司 它的不锈钢在美国市占率 有达到10% 是美国的第四大供应商 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 另外大家要注意到的 另一个新闻是 美国在今年的时候 其实对了18个国家 就克了一个叫做钢卷版的反倾销税 这个反倾销税 其实这个税率从十几%到300多%不得 大成钢因为它在美国德州 是有一个产品的生产工厂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避免被克反倾销税 这对它来讲也是一个最直接的大利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把每一档钢铁股票 都帮大家做分享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这类型的财经知识 或产业分析 都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 今天点名明天涨停 航运股跟钢铁股都非常的热门 大家是水手还是钢铁人呢 谢谢季老师今天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ght app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